1900台湾大头条 我们马上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2012要挑战马总统的连任之路 现在看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请到的是双人 吴乃仁跟邱毅仁 要帮他打江山 双人出马 那么党内有志多心名号的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本来呢 他现在已经务农去了当农夫 不过最新的消息是 他要付出帮蔡英文 希望能够拿下2012 甚至还传出邱毅仁 很可能要担任 竞选团队的总干事 双方已经接触过好几次了 真是如此吗 志多心邱毅仁要付出了吗 蔡英文这回非常低调 不做回应 永远的幕僚长邱毅仁 要付出帮蔡英文打选战吗 我想请邱毅书长吗 蔡英文低调不证实 但党内盛传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 即将归队 其实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时 邱毅仁就是行政院秘书长 接掌国安会秘书长后 小一也是富格魁 绿营执政时期就有渊源 2008年后离开政坛 南下高雄当起农夫 这片有机番茄园 就是邱毅仁的心血 从回政治圈吗 还是问号 但邱毅仁普选可能位居什么位置 最可能和吴乃仁合作 一起当竞选总干事 负责大局操盘 也有人认为邱毅仁因为巴牛案 还是被告身份 担任顾问职务 提供意见 不直接操盘 比较适当 蔡英文被视为 2012强棒候选人 看好这股上扬气势 退以幕僚 前证无关 纷纷思考 重出江湖 下令新闻 压寿金家义红 朱俊杰 综科报导 邱毅仁真的